的时间11月6日,美国将迎来四年一度的中期选举,路透社称,这场选举是对特朗普就任总统亮年表现的公投,德国焦点周刊则称,这是一次美国政治情绪的大测试,美国两大党派正在展开最后的选前冲刺,民主党竞选者誓言,扩大医疗补助,提高教师工资,指定更严格的枪支法律以及应对气候变化。 共和党竞选者则敦促民众在守护美国价值,欲把国家变成第二个委内瑞拉之间做出明智选择,纽约十八五月预测试,来以保证内阁大将大胜,这应该是场势均力竞的竞争。 华盛顿流报四日诚,此次选举是对特朗普执政成绩的检验,同时也会反映出民众对美国经济的认知与特朗普的认知之间差距有多大。 该报与美国广播公司的最新调查显示,当前美国人对国家经济的乐观程度,创下近二十年来的新高。 在所有受访的美国人中,有百分之六十五,认为经济现状良好或极好,近百分之三十四对经济感到悲观。 但纽约时报四日的评论认为,目前在美国,经济的相对健康和民众的黑暗情绪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和谐。 准备投票的选民刚刚经历过一波炸弹包括事件和比斯堡犹太教堂大屠杀事件。 经济太腾飞,但情绪却很糟糕,动荡的国家准备对特朗普的执政作出判决。 大新社五日撤,美国中期选举激起的战火,甚至受到了民众的约会。 首都华盛顿是民主党势力比较强盛的城市,而特朗普在女性选民中,支持率本来就低。 22岁的不及抱怨说,她有靠几回第一次约会,就碰壁的悲惨经验。 就是因为女孩问她是否投票给特朗普,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拂袖离去。 中期选举笼罩着仇恨,英国金融时报,5日发表社论则,美国通常把最激烈的争吵留到中期选举,但此次中期选举仇恨不同寻常。 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发布的订阅名单不仅包括民主党人,还包括记者、移民、情报机构、意见运动员和定义不清的精英阶层。 他争取选民的最后一招是中期出身公民权,以及毫无根据地家经由墨西哥北上的移民大棚车队与恐怖诸义化等号。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划分,特朗普不受欢迎的城市及周边,是中独众议院控制权的关键,而广大农村地区是特朗普的据点。 在参议院竞选中占主导地位,华盛顿流报分析说,这次选举将严正自由派展现出来的能量,特朗普执政以来,在移民政策、种族问题、女性地位等方面的表现饱受争议。 但这些版对声浪能否转换为实质选票,将在中期选举中揭晓,为中期选举笼罩之愁悍得美,以此美国政治情绪的大测试。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